桃園一名空姐两年多前不顾父母反对,偷偷和廖姓男子结婚,过了半年离婚,他因情伤烧炭身亡,留下一户房子由弟弟继承,廖姓男子以空姐是他配偶,主张有继承权,大官司诉请分一半遗产。 法院审理时空姐的父母作证说根本不知女儿和廖结婚,母亲表示女儿在离婚时请他帮忙找证人,才知女儿背着他结婚,当时找了有人帮女儿当离婚证人。 空姐的弟弟也表示家人都不知道姐姐结婚,但六个月后就离婚,离婚后八天就了断生命。 他还表示姐姐生前被暴力和精神折磨,廖还向警方虚编太太罹患私教失调,当着冤警面嘲笑,羞辱,害姐姐被强制送医。 姐姐生前在行动电话备忘录中表明财产绝不留给廖,弟弟表示姐姐是被他害死的,还好意思要遗产,良心过得去吗?主张廖没有继承权。 法官传讯签署离婚协议书的证人,确认空姐在死亡前八天汉料离婚,且生前曾表明财产不给他,认定料没有继承权,判不能分产。 陶原市一名空姐情商自杀,前夫向法院诉请分产,法官认定空姐过世已离婚,判不能分产,图陶原地院法庭报戏资料照片分享。